冷气团发威 河欢山在半夜飘起了雪来 山头有零零星星的积雪 台14甲县昆阳到松雪楼的路面也一度结冰 有些游客听到了气象预报赶紧上山 果然是等到了 尽管只有20分钟 积雪也只有3公分 但还是让他们相当兴奋 大陆冷气团夹在水汽 凌晨玉山河欢山气温降到零下一度 山上飘雪 下了20分钟 虽然积雪只有3公分 足以让半夜特地上山等雪的民众兴奋不已 山壁上还没有荣华的积雪成了点缀 银白的雾松笼罩和欢山 水汽凝结成冰霜 树枝上满是雪白明亮的雾松 在阳光下险的金银地透 还有人在车上堆起了小雪人 太开心 特地上来的 买成雪吗 对对对 山上飘雪 平地也冷嗖嗖 清晨最低温出现在桃园新屋 只有12.2度 淡水和新竹也只有12.6度 不过未来几天水气减少 高山下雪的机会不大 但冷气团持续发威 周四周五清晨低温可能下探11度 要到周末气温才会慢慢回升